这两千是你 啥来呢 这不都我的吗 这八千是给你俩路费 不是 你给我能拿一万块钱吗 对啊 你拿那一万块钱 那什么像毕老师收了吗 收你不说 算你能不能收过 你装啥葫芦 这不眼瞅 我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 信封可以给你啊 那我钱呀 你钱他不打电话 那不是掉地 掉地 我说 哦 哎呀 他肯定兜里还有一万块钱 老师 你给我玩游戏是不是 发现能力了 我跟你说 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一万块钱 已经给了他了 我怎么还有一万块钱 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 没有 他刚开始啊 说他要跟你表示表示 这家伙说你来了 给你拿一万块钱 怕这事不准上 完了表示掉地下来 我给你误会了 你以为自己带就出来走了 那赶紧收回来吧 又不能要 那一万块钱 那是你的 这是我的 好吗 来 大兄弟 你什么意思 你拿着 我给你收啊 这钱 我跟你说 你要不收这钱 我跟你说 我们爷俩没法处理 我收 我收下了 这一万块钱 我留着 不是你这收了 哦 大兄弟啊 如果去北京 你们是第一次去吗 我第一次去 长城去过吗 长城没有 一鹤园去过吗 幼儿园去过呀 对啊 长城一鹤园 还有鸟巢啊 水利方啊 等到新光大道 录完巷之后呢 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 那得需要盘缠呢 需要旅游费啊 这是我的意思 拿着 行我领他们去 那我给你 从人的时候我能找着 这什么 这谁 孩子 我去老爷 那我就去 老爷 叫什么 他连了还叫老爷啊 太老爷 你说这样 你儿子在等我了 好不好 好好好 这时间 那我回去了说啊 我站住 你这样 那个啊 你帮我捋一捋 我这一万块钱 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 你怎么回事呢 你看我 我是不是跟这俩上来的吧 对不对 我说叔啊 我说那个老毕来了 我儿子呢 接他去了 接他去了 我说叔啊 你借我一万块钱呗 你干啥呀 我给老毕表示一下了 哥哥哪借的 可是抽钱你拿的吗 你借我一万块钱呗 钱呢 钱 是不是这 在这里出来的 老毕给帅出来了 啊 嗯 嗯 我说叔 你借我一万块钱 啊 你兄弟的 谢谢大家